各位,古有雨雲,不是,古雨有雲 因為字一蜜,糯米就字幕室 老香港最喜歡講的,糯米真的可以有人字幕室 不是開玩笑,不過現在西方就不懂 不記得這件事,先敲一敲它,大家習慣了 總之因為字一蜜糯米字幕室,各位 強國雖然啪啪聲,台灣人喜歡說啪啪聲 在車上震一下都說啪啪聲 強國雖然啪啪聲這樣撥起來,撥起來了 撥起來了,動又撥起來了 但是未遞完來,早有預料,一早預料了 而且一早已經準備好一些九陰白骨走的陰照出來 九陰白骨走,抓你的頭 就是這樣,梅超峰,陳元峰,嚇你 就是怎樣呢,什麼陰濕招呢 九陰白骨走的陰濕招呢 就是找強國的天敵,在這個食物鏈裡面 天敵去出馬,厲害了 就發動了一場新時代的代理人戰爭 現在講新時代,什麼都講新時代 世界是平的新時代的代理人戰爭 甚至乎想著一下子就堆壞這個人民子大兵 什麼人民子大兵,能打仗,打勝仗那些 夫子則來,來自自然,戰則必勝的人民子大兵 嘩,是這麼講講這些,真是毒 還毒過西毒歐陽空啊,嚇你 而這個強國的天敵,是誰呢 好,只要不是就是一路都很肯不睡巢 一路都很肯想動有彈起的 小日本窩爐國羅伯頭 嘩,真是有此理 八加二十六,八加二十六 而之所以說小日本是強國的天敵 你看到百多年來都是的,其實 不,其實千多年都是的 原因除了說日本仔呢 很肯熱衷收集強國的情報 全世界最熱衷的 而且是收得最多,最齊,最準 以至可以下下端住強國之外呢 最最最重要的原因都還是 經過美帝的加持 即是美帝現在放盤給他,放手給他國軍啊 那小日本的軍力呢 就可以立即爆死渠一樣爆出來 很大機會還在三五年內 三五年內而已 就東右彈起來了 大肆確軍啊,不用修改憲法 他現在都說是自衛了 用什麼修改憲法那麼煩呢 是吧,不用的 這件事,嘩,真是絕對不說笑的 否則會被人少的了 事關真是有先例可活,不是開玩笑 這個東洋鬼子 有個先例是吃住你的,吃住你強國的 而那個先例呢 還搞到中國是雞毛鴨血 幾乎玩能源的 真是慘的 那究竟小日本倭奴國的軍力 Nibla會發展到多強呢 而那個先例是那些什麼先例來的呢 那小例馬上講完給大家知道 先講小日本的軍力 各位,情形是感的 那就不要講那麼多 可能是空那麼多 集中一點講吧 那就不要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大家一講這一點呢 這個例子已經知道其他很厲害的了 講一點什麼呢 就是那個航空母艦 日本現在查實已經有哈爾移動城堡 就是那些航母艦就是可以將空軍 帶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你說多厲害 這個才是航母艦真正的作用 真是移動城堡來的 或者移動的海軍基地 移動的空軍基地 不是海軍基地 移動的空軍基地 你說厲害不厲害 已經有兩艘準航母的了 不是開玩笑 一艘叫做出雲號 不是出野號 一艘叫做家賀號 那這兩艘呢 這個名字呢 大家都似曾相識的原因 很簡單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出雲號就是航母艦來的 家賀號就是 都是很出名的航母艦來的 那現在是謝斯環雲 叫這兩個名字 都是表面上就是 扮成護衛艦來的 因為它只可以自衛 扮成護衛艦 只可以塞著直升機飛來也飛去 好像那些青龍仔那樣飛的 其實這個是染眼法來的 表面上是作為直升機 實際上是作為戰鬥機的 好鬼國產007 表面上是一個騷擺 有一個封筒 表面上是一個封筒 有一個封筒 就是這樣玩的 是兩艘都是準航母 真是 基本上都是航母艦來的 那實情是 怎麼說得好呢 出雲號也好 加賀號也好 出野號也好 減賀號也好 甲賀號也好 什麼賀號也好 總之都是借私還雲 肯肯定 就是借回二次世界大戰 兩艘很出名的戰艦 肯定都是準航母 甚至可以說 根本就是航空母艦 根本就是 因為他們 其實都可以搭載 美帝最先用的F-35B 垂直升降戰鬥機 是零伸五的 零出事的 未出過事的 未被人擊落過的 這些機就厲害了 而且已經訂了幾十架 一架出雲號 一架交號加起來 大概可以裝六十架 這些F-35B戰鬥機 它現在可以訂了一百五十架 F-35B和F-35A A就放在它的空軍機裡就可以了 F-35B就放在航母艦就可以了 一百五十架 大哥 廣市說 廣市說 一架都不少錢 億一億 你想想 它花了幾多億 起碼都四五百億美金 只是這裡 真的軍工企業 發過豬頭 發到什麼都穿不到 都穿不到 肥到 總之呢 只是F-35B 這個隱形戰鬥機 還是 雷大檢查不到 075C的F-35 還可以垂直升過 追蹤一下垂直升過 那什麼意思呢 只是說都不需要跑道 所以出雲號有 加號有 它沒有什麼跑道 可以讓你升降 但是它因為有F-35B 就直接在那裡垂直降落 垂直升上去 你脫得是長 拔得是長 就是這樣 就是看這一點 大家已經知道多令人害怕 現在買了整六十架 就是F-35B F-35A 就整八架了 是不是 那為什麼大家好像不太為意 日本仔做事 我講了很多次 中國人呢 不是 日本人做了都不告訴你 日本人和德國人都是這樣的 美國人呢 一邊做一邊告訴你 日本人就知道 我多威多威 中國人呢 就講了當做錯 還沒做都告訴你 哎呀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日本仔就是這樣的 不聲不聲 錯你混聰就是這一隻 等你知道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已經可能被人打了 雞毛硬撇 被人打到 一天含包散 堪笑半步釘那隻 是不是 所以大家才不為意 其實很肯勁抽的 好了 而另一樣呢 都很肯得人害怕 甚至可以說更加得人害怕 音濕動作 就是厲害 九陰白骨 就有音濕動作 就是這個 美國軍工企業很出名 軍工企業很出名 樂器馬丁 幾乎是最出名的 波音啊 雷神啊 什麼都好 總之這些軍火箱 簡單來說 軍工企業樂器馬丁 就跟這個日本的三菱重工 就是假裝了 啊 只是出冷氣機啊 出大電視啊 就是你在崇江那裡看到 三菱重工 出這麼大的電視機給你 很厲害 你以為啦 這些是民用的 軍用的 現在做很多事情 又來了 做軍火箱 這個才是厲害嘛 軍工企業開始出現了 大家要留意啊 日本的軍工企業開始出現 很不得了 而三菱呢 根本之前都在做這些事情的 要開Pick up 用什麼意義啊 唉呀 真是 他做 一起夾手夾腳 美日聯手 做什麼呢 就是籌劃聯合建造 聯合打造日本下一代的隱形戰鬥機 FX 厲害咯 說聯合而已 就是好像台灣那樣 其實就 給你了 不過呢 就招指呢 它貼了日本仔製造 跟台灣說 京國號 說是台灣製造一樣 潛艇一樣 其實呢 是招牌不同的 大家去過羅湖商業城都知道 你喜歡貼什麼招牌 你喜歡就貼了 其實都是美國貨 就是這樣了 目的呢 就是要令到日本可以儘快 跟解放軍 甚至俄羅斯軍隊呢 是一決痴紅 一決高下 還有贏 會 當然啦 給美帝服 認識你 你怕沒有 至於 剛才說過 有先例可緩 這個先例就是什麼呢 一說出來大家有些痴 就是1895年的中日隔五戰爭 大家知道 歷史資料顯示 長話短說 歷史資料顯示 日本查實是在1885年 即是1894年禁戰爆發之前的九年 是九年而已 十年都不夠 才全力發展海軍 尤其是那時候才扔好很多錢 集中火力發展那些新一代的 那時候新一代的快速戰鬥的新戰艦 和速射炮 高速發射的在海上的炮 即是大炮 他對付那時候大而無當的北洋艦隊 是啊 那些敦位很大 什麼定遠號 什麼遠號 腳遠號那些 那些北洋艦隊 結果就一下子取得勝利 打沉了整個北洋艦隊 全部報銷 因為這樣呢 他也都用最新的東西 兼且奠定了當時 19世紀末20世紀初 他海戰的新旅程 新標準 就是這樣了 那就是說 當年的日本人 就是經歷過 由明治維新1868年 1868 1878 1888 就是17年左右 明治維新正式開始17年左右 就已經說 已經有這樣的條件 去全力發展海軍 條件還厚到 只需要短短九年都不用十年 幾年之間 可以說就建立到 足以擊敗北洋艦隊的新海軍 那時候說世界第六 剩第八 不太記得了 北洋艦隊 你想想多厲害 結果就成功脫亞入歐 就成為了榮譽白人 我不要做亞洲人 我不要做白人 就是這樣 日本人幾百隻 就是這樣 好了 那時候都這麼厲害 明治維新搞 維新搞十多年 已經這樣的成績 今時今日 已經150多年了 早兩年呢 2018年 早幾年 早三年 2018年 就慶祝 明治維新 150周年 那時候 那時候 香港第一才子 就是那個什麼 陶傑 都有寫過這些東西 他都是哈日族 那150周年 你想想 153年 即現在 積了153年的加拿大 日本人 在說 物理學獎 說的是 化學獎 說的是 醫學獎 說的是 文學獎 當然都有 但是 只是科學 那邊已經 不得了 是不是 這樣的家底 他只不過一戰後 被美國人壓著 說不准發展 軍事 軍工企業 現在美國人 開綠燈 容易 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那基礎在那裡 更何況美國佬 又給你技術 給你技術 是不是 跟著那個 label 就貼你 是Sony牌 其實不是的 其實可能是Apple 不過用那個標誌 叫Sony 或者Panasonic 那意思 那你說多爽 真是多快手 日本人學習的那種 那種鬥心 真是可能幾年之間 已經搞定 事實上 在2018年 那時候日本已經用五年計劃 預計在2023年 即是兩年後 現在這樣看 就已經可以 建立到 比較有規模的一大棚 海軍 陸軍 空軍 海陸空三軍 已經要齊張 要足以自衛 更加強地自衛 嘩 你這樣看 真是不怕有鬼 因為兩年後 很快 日本人的基礎 是很容易搞的 總之 無論 要槍有槍 要炮有炮 要人有人 要科學家有科學家 要工人有工人 要高級技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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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都有 是吧 還有一件事 就是日本仔 擺到明 就睡了身 是願意做美帝的代理人 這個榮譽白人 是願意做美帝這個白人的代理人 二次呢 亦都願意發動這個代理人戰爭 因為這樣才 喂 食君之鹿 擔君之友 大魚老叫到 我這次可以彈起了 這樣才可以動優彈起 什麼叫動優彈起 一下子呢 順便把你強國 這樣就可以做回亞洲一哥 在2010年被你強國取代了 是不是 變成了做亞洲二哥 今天取代了做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現在做回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做回世界二哥 亞洲是我看著的 我看場 美帝在我背後撐腰 我們是好朋友的 那就沒問題了 其他國家都沒問題的 是除了南韓 南韓有美帝幫我撐 搞得定的了 是不是 你說多好呢 所以呢 有時候呢 代理人戰爭 你不要說很笨 笨膠 不是的 有好處就照打 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好像很笨 當然不是啦 實情 又是那句 是不是 偉大祖國 大把貨 真的怕都沒怕過 偉大祖國大把貨 真的怕都沒怕過 是不是 對付這個蘿蔔頭 真的不用用劍 是易個借火 易個二利土 易個二通財 是不是 不用說什麼 就是這樣 單是叫做飯爺 飯冰冰 去日本 再拍一部什麼呢 那時候發覺叫做新宿慈傑 就是和成龍博士一起拍的 做第一類主角 成龍呢 新竹棍在那裡伸出去 他那裡呢 是不是 那就可以做第一類主角 加上索性 拍一個續集 新宿事件續集 一腳踢成龍 自己做完 飯爺也可以帶罪立功 這樣就足以呢 令到那些日本仔 新竹棍呢 熟了啦 兩東西夾 兩夾 那就熟了 那就搞定啦 就是搞到日本仔 尤其是蘿蔔頭去打仗那些 個個走路都震一下震一下 還震過貓王 那哪打仗 哪還可以拿一支槍去打仗 打完仗 回來吃碗辣椒醬 回來吃碗辣椒醬 回來吃碗芥末 那不行的 不要啦 這招好東西 這招好東西 行啊 只是一個飯爺搞定 用什麼出那麼多東西呢 是吧 飯爺搞到你就出了東西了 這一招就 真是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是 不戰而屈人之 犯兵兵 這招先記住一下 真正的至高境界 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而是不戰而屈人之 犯兵兵 搞定 啊 好厲害啦 強國就是強國嘛 誤到你不服的 是吧 好啦 總之 怎麼說都好 好多謝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也都相信大家 明白小弟的苦心的 總之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 盡小弟所能 去想各種方法 去繼續繼續堅持 堅持到底 一起堅持下去 共勉